我不会回大粮商 我会继续找工作 我会靠我自己的努力去找工作 找一份属于我的工作 阿子加油 好的 谢谢你们的支持 谢谢 对我今天找工作了 本来是给你们一个好消息的 但是我感觉我必发鸽子了 感觉我必发鸽子了 还没有呢 还没有呢 谢谢加入粉丝团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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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妹吗 阿妹会好早一点吗 我在我现在在这里得阿姨末 阿姨末也去那边找了 然后 她说好像有一个人 刚刚她打了电话 她说打通了 她去看一下 她说 所以我在这里得阿姨末 本来是今天有一个人 我们给她打了电话 她说 她说差不多 很多我们都聊的可以了的 她她叫我们这个 她叫我们刚刚 四点多的时候 我过去找她 然后我们没找到她 好像被发鸽子了 然后我刚刚又打了电话 问她 她又接了电话 她又接了电话之后呢 她又说八点之前给我答案 她说会给我打电话的 晚事都要靠自己 对吧 对 谢谢点赞 谢谢 谢谢摔给你们点赞 谢谢 靠自己 别靠别人是吧 因为我感觉我老是给别人带来意见不好的形象吧 就是不好的那种 别人觉得我是一个平气不好的人 别人觉得我是一个不适合的人 就这种 知道吗 所以我也不想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别人的感觉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想不通 有的时候想不通 谢谢你们的支持 谢谢点赞 谢谢 你们会支持 支持我在外面找工作吗 摔给姐吗 你们会支持我在外面找工作吗 我不回 梁山 我不回去 我回去了的话 我就对不起你们了 你们从头到现在 都是一直在支持我 在这边找工作的 我不回去 大力支持是吧 谢谢你们的支持 谢谢 来支持啊 只能不能打一波支持 说实话 你们也知道的 我这两天 没有走很远 一直在这里是为了什么 其实 我不说你们也知道 但是我的我也不想把很多话说的 很难提 必须怎么样 我心里面有数 我心里面有数 我也知道 别人怎么说 怎么做这些 我心里面都很有 很有数 知道吗 摔个姐吗 你们很多人说 叫我回酒庄散班 其实 老板叫我 这些我就不想说了 因为我也不想给老板 就是不想让更多的人去骂老板 所以呢 我觉得还是不说比较好 我会靠我自己的感觉走 好吗 其实我们也不要去怪老板 因为老板有时候太多粉丝骂他了 他什么话都说得出来的 知道吗 他都不知道说 这些还是说的那些好 虽然我们也不能去怪他 知道吧 他这样子说也是逼不得已的吧 应该有他自己心里面有苦衷吧 所以呢 我自己很清楚啊 摔个姐吗 我自己也很清楚 唉 我们 永远都不要去说一些假西假意 别人听不懂的话 我们什么就是什么好不好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咋样就是咋样 没必要去说一些 骗粉丝呀 干嘛的 这样子就会不好 知道吗 虽然可以进吗 其实你们很多人都懂我的 你们也知道 我不喜欢说别人 我反而我觉得我会伤害别人 知道吗 所以有些话该说不该说 我其实很明白 我也很懂 真的 我自己的脾气 我也其实我很明白 我很清楚 应该很多粉丝也知道 很多粉丝也知道 我虽然不会说一些好话 去哄 这个那个 但是我也不会去莫名其妙的歌 一个人发脾气干嘛的 我不想在一个 如果老板他真的叫我回去上班 我也觉得 如果老板他哪一天真的叫我回去上班了 我也觉得我心里面有点接受不了吧 我直接说吧 虽然跟你们我心里面会接受不了 因为除非没有爱过 如果我觉得爱过的话 再去面对说 员工老板的话 我觉得 我会很尴尬吧 我会很尴尬 而且 在别人的眼里 我是一个脾气不好的人 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 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的话 我也觉得我也没必要去 再次面对 因为我知道 如果再次去面对的话 还会必杀 伤了个身 其实我也不想做一个 想人就人 想解回去就解回去的人 知道吗 帅哥姐吗 你们懂我吗 虽然没有主见 但是我的心是肉掌的 我也会心痛 我也会心痛 知道吗 我也不管别人说 我做好我自己就可以了 其实我也有的时候搞不懂 一会儿又这样说 一会儿又那样说 我看不清 我摸不透 我也看不懂 到底是什么